怎样鉴别感冒还是肺炎 竹文医生特药专家陈天军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感冒它属于一个 我们叫做上呼一道感染 肺炎就是我们既然说的 已经到了下呼一道 感冒的症状最多件 我们平时是咳嗽 然后呢法力 咽痛等等 如果肺炎的情况 我们可能会更重的 有咳嗽 咳痰 胸闷气短 胸痛 以及我们说的高热 这些情况来进行初步的 一些症状学的渐病 如果说我们进行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病人的咳嗽 咳痰量比较多 然后胸闷气短 包括有胸痛 然后我们常规的治疗 口服药物治疗 比如三到五天之后 症状没有好转 还在逐渐地加重 而且症状会越来越重的时候 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比如说我们要相关的 要查一些血里边的生化指标 和血常规 也就是我们比较说 还要拍一些胸部影像学的资料 比如说胸部的正侧位胸篇 或者胸部的CT 这些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诫兵 因为肺炎的话 我们是无法自愈的 而普通的症状会道 感染普通感冒 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口服药物 或者是一些多注意休息 多饮水 增加体质 我们有时候普通感冒是可以自愈的 但肺炎是肯定需要治疗的 不能自愈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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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